《初埃及记》第38章 他用赵贾姆做梵祭坛 是四方的 长五轴 宽五轴 高三轴 在坛的四拐角上 做四个角 与坛接连一块 用筒把坛包裹 他做坛上的盆 铲子 盘子 肉 茶子 火 顶 这一切器具都是用铜做的 又为坛做一个铜网 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 从下达到坛的半腰 为铜网的四角 铸四个环子 作为穿杠的用处 用赵贾姆做杠 用铜包裹 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 用以抬坛 并用板做坛 坛是空的 他用铜做洗桌盆和盆桌 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富人之镜子做的 他做账目的院子 院子的南面 用碾的细码做围子 宽一百轴 围子的柱子二十根 带毛的铜桌二十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 北面也有围子 宽一百轴 围子的柱子二十根 带毛的铜桌二十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 院子的西面有围子宽五十轴 围子的柱子十根 带毛的座十个 柱子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 院子的东面宽五十轴 门这边的围子十五轴 那边也是一样 围子的柱子三根 带毛的座三个 在门的左右各有围子十五轴 围子的柱子三根 带毛的座三个 院子四面的围子都是用链的细码做的 柱子带毛的座是铜的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 柱顶是用银子包的 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 院子的门链是以绣花的所供 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和黏的细码织的 宽二十轴 高五轴 与院子的围子相配 围子的柱子四根 带毛的铜左四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 柱顶是用银子包的 帐木一切的角子和院子四围的角子 都是铜的 这是法规的帐木中 立委人所用物件的总数 是照摩西的吩咐 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塔玛的手数点的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都是犹大支派护尔的孙子 乌利的儿子比萨列做的 与他同工的有弹支派中 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 他是雕刻匠 又是巧匠 又能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和细麻绣花 为圣索一切工作使用所现的金子 按圣索的瓶 有二十九他连得 并七百三十色颗了 会中被署的人所出的银子 按圣索的瓶 有一百他连得 并一千七百七十五色颗了 凡过去归纳些被署之人的 从二十岁以外 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人 按圣索的瓶 每人出银半色格勒 就是一笔家 用那一百他连得银子 铸造圣索戴毛的座 和曼子柱子戴毛的座 一百他连得共一百戴毛的座 每戴毛的座用一他连得 用那一千七百七十五色格勒银子 做柱子上的钩子 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 所献的童有七十他连得 并二千四百社格勒 用这桶做会幕门戴毛的座和铜坛 并坛上的铜网和谈的一切器具 并院子视为戴毛的座 和院门戴毛的座 与帐幕一切的角色 和院子视为所有的角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